这段视频也是顶侯顶侯推出来的一段视频 那就是中国新闻周刊推出来的 他想说什么呢 他想说呀 说这个电池毫不夸张的说呀 没有电池就没有电动汽车 但是电池的安全性 他给出了一个某厂家的一个 残忍级别的测试 但是这个残忍级别的测试 我觉得没啥意义 首先这个音乐我就很烦 因为你这种测试 你就不要再搞那个忽悠人情感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很不靠谱了 会死人的 就呼吁行吃的那个配音又上来了 我特别讨厌这些个视频的配音 完全都是照忽悠那些个手段 大家注意音量啊 很刺耳 他这些个东西 我觉得通过这个配音 我就很怀疑他们的这个质量安全 真的 好像是他娘的一种送到绝路 送综一样的配乐一样 它主要是模拟汽车在发生碰撞的时候 电池包受到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在这个作用下电池包能否保持稳定 保护里面的电池不受到外界的一个伤害 好 现在已经到达300了 300千流我们普通去理解的话 可以想要是一辆坦克的重量 一辆坦克压在这个包上 这种情况就像我们车内打翻了一杯饮料 这完全都是问题 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开车经过汽水路段一样 如果电池包的气密性不够好 很容易造成电池转入甚至漏电 5%的浓度的盐水 深度一米以上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远超国标的严苛检测方法 来确保电池包的气密性良好 国标要求增测之后 5分钟不起口不够大 而在过去的50分钟里 我们进行了持续的观察和监测 那么可以看到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 温度达到了峰值 之后就在平缓下降 现在已经恢复到了室温的状态 相关数据显示 2022年一季度 新能源车火灾事故640起 平均每天超过7起 比2021年同期上升32% 如何让电动出行更安全 依旧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这样的安全措施能否打消你的顾虑呢 完全不能打消啊 他做了这么几个测试 就是重量相当于坦克压上来 说这个电池都很稳定 有可能那个鞭炮 是吧 你压上一个坦克来 你压上10个坦克来 那个鞭炮恐怕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撞击下产生的状态 极极复杂 是吧 摩擦了 几具的撞击的那种能量的释放了 它可能就是有问题 是吧 你搞一个坦克压上来 你搞10个坦克压上来 它可能都不出问题 但不代表撞击下 不会出现火花 燃烧 爆炸 这些个问题 另外 它测试了这种亲密性 那有什么意义啊 是吧 你总搭一个体积 而且它是要内部发热的一个东西 我们还不要说内部发热 你就是外部给它热 比方说给它100度 然后 它这么热 它又要受冷 是吧 你开车 你到严寒的地方 负40度应该是很常见吧 其实有的地方 负40度可能还低 它又要发热 它又这么巨冷 这么大的东西 你的亲密性又怎么样 是吧 而且这种交替 一次你还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有的这个东西 它因为硬力的原因 它随着次数的这个叠加 它会出现非常大的不同 也就是你可能五次这种 忽热忽冷 它没事 但是到了第六次 第十次 它会出巨大的问题 亲密性就完了 就出问题了 另外 你这个泡水 你就知道它不进水吗 我们说你 这个温度冷热交替以后 那个水 它是有爬的那种能力的 是吧 它上里面会爬进去的那个水 它会吸那个水进去 这个吸的 这个你就是这个放到水 浸在水下面 说它不漏 就是即便你没有经过冷热 你是个静态的 你是在这个室温状态 比如23度定义为室温 或者25度定义为室温 它漏不漏都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 因为它水很小嘛 每一个水的最小的单位很小到分子 你都很难确保它是不漏的 是吧 你说就看到这里不冒泡了就不漏 这叫科学实验吧 它又做了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钻头钻 依然和坦克压的意思一样的是吧 钻头钻和几具的冲击完全是不一样 我没有电动车 我也不知道电动车的工作原理 我觉得它那个玩意容易爆炸 容易着火 它就是有发热的问题 如果这个汽车的电池有发热的问题 像这种测试 它的作用是个零 一点意义也没有 像刚才这个测试 是吧 就骗小白的这个事 骗我太太可能行 是吧 他平时不愿意 他没有这个观察这方面的兴趣 我稍微有一点这个 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就知道 他又发热 又冷热交替 又抗冲击 你这些个试骗 它等于零 就是个零啊 是吧 那怎么测试 就是让你电池要过载 或者是高冲 或者高释放能的时候 它不就是热要过载吗 就放热出来吗 这个时候 你冲击它 是吧 你再急剧的冷 你再折腾 你再泡什么液体 你再折腾 你再看看你还受得了吗 恐怕你就要出大问题了 这里面说 说什么电动车里面 占多少 这个电池什么 出问题 占百分之三十 占多少 这个测试 就一点意义没有 我又是个电动车 除非它说 它这个东西啊 它自己不发热 我觉得似乎还多少吧 有点结结意义 如果这个电池 它内部自发热 这个测试 它意义是个零 只能说是误导人 是个负的 那个意义 一点这个 让人有信心的 那个意义也没有 你让你的电池过载 比如说一个小时 给它冲十个单位的电 你给它冲一百个 你看你电池 什么样 是吧 在冲的时候 再冲击它 在此条件下 你再加上急剧冷冻它 再过载它 再急剧冷冻它 你再加上你浸泡液体 你再加上你这些个实验 是吧 再过热 再过冷 再冲击 再轻爆液体 你再折腾 折腾一万个循环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出来吹牛 折腾一千个循环 我觉得都不行 折腾一万个 因为一万个 基本上这个车的寿命 也就到了 再多也没有意义 你说折腾一百万次 这个车像这么苛刻的 这样的冷热交替 可能到不了一百万次 车就烂了 是吧 那可能都要过一万年 才到一百万次的概念 十次肯定是不行了 十次二十次 可能你这个车一年就要碰到十次二十次 这样严峻的挑战 那怎么最少凡呢 我觉得至少都过千次吧 像这种测试 这种测试很耗时 很昂贵 像这样子 一个静态的放在水里泡一泡 它漏不漏 那它看得出来嘛 然后说用电转转转它 说是用重力压压压它 能